室內圓桌的桌面 各擺上四五個菜籃 而且外頭還用塑膠袋包裹 但這並不是業者 隨意堆製物品 而是室內用餐的必要裝備 原來桌上的菜籃 竟然是為了符合 室內用餐規定的個人隔板 除了可以防止飛沫噴濺 個人還能安心用餐 但會有這些創意 其實是無心插流 這是店家原本做好的隔板 不過由於不符合摸字型的造型 因此定要緊急改採用菜籃 而且套上塑膠袋來使用 使用一次 原來這間位於高雄金獅湖 附近的老牌海產店 三季警戒前就超前部署 花了十幾萬 訂製了這些一字型隔板 沒想到公布規定後 完全不符 只能全堆在角落 完全無法使用 為了繼續做生意 老闆只好緊急應變 把菜籃變成隔板 而且還通過衛生局的檢驗 對啊 這個放上這個要再掛 掛掉 還要掛掉 菜籃隔板沒使用過一次 就得拆除重新清洗曝曬 然後套上新的塑膠袋 以及消毒 流程相當費工 目前業者已經重新訂製新的隔板 只是沒想到 在過渡時期使用的菜籃隔板 居然因為客人分享 意外爆紅 也讓店家始料未及 TVBS新聞 吳宗宣何一信 高雄報導 請訂閱按讚分享TVBSnews頻道 要開啟小鈴鐺喔 還有還有下載TVBS新聞手機APP 隨時掌握國內外大事